康熙寄急 但又不能和老实 明着掰扯 马琪还在着呢 不能让外人看笑话 因此将老实的账 记在心里了 咬牙说道 茶 茶到底 咬完了牙 还狠狠地瞪了老实一眼 心中说不出是愤怒 还是失望 老实回府 就将书房里的东西全砸了 太打击人了 在吕宋经营了这么多年 自己刚一离开 竟然就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老实是要杀回去 搞一次大清洗 这脸呢 都丢到姥姥家了 九二哥得了信赶到的时候 书房已然是一片狼藉了 九二哥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老实 的确太龌龊了 沉默了半天才说道 师弟啊 你还是赶紧给花马清旨 回吕宋得了 老实叹了一口气 哎 花马说了 过段时间让我回去 但是 要将孩子们留下 九二哥想了想派了派老实 师弟 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啊 没准花马 改了主意呢 连吕宋的人都拿捏不住 老实还能有什么威胁呢 九二哥赌信 康熙没准 连洪轩也给放了呢 老实脑子没有转过弯来 没有领会到 九二哥话里的深意 气呼呼地说道 该死的马起 他要是不来参合一下的话 花马最终肯定会让洪燊 他们跟着我走的 九二哥说道 他这么做也好 总比明天 早朝的时候 弄一个措手不吉强 不知道哪个王八高子 在搞鬼 我绝饶不了他 一点偷袭也没有吗 反正和经理 脱不了干系 他奶奶的气死人了 我明天就请旨去 我担心齐木格会出事啊 老实本以为 自己给齐木格 铸了一个铜墙铁壁 可是如今出了事 他不确定了 敌人太强大了 自己 自己太丢人了 九二哥想了想 会不会是十弟妹 老实连忙摇头 断然地否定 不会的 齐木格从来不插手这些事 九二哥想了想 也是 按理老实额娘 被追封的消息 安居岛应该早就知道了 蒙古附近再笨的话 也应该知道 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 给老实添乱呢 于是便安抚道 你先别着急 明夏朝后啊 我和你一起去见花嘛 请只跟你跑一趟 就说 借红正回来 九二哥此时 说什么 也不敢相信老实的能力 冲锋陷阵 也许老实在行 但是在管理上 还是太弱智了 因此便打算亲自出马 老实还是没有听明白 九二哥的言下之意 断然的拒绝了 九哥 你呀 别插手这件事了 我知道好好清理忙活 说完 还愤愤地骂了一声 王八糕子 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第二天早朝 不出意料 御史的火力 全都对准了老实 朝中众臣 也纷纷地 要老实交代清楚 老实已不变应万变 对付各种的质问和斥责 都是一句话 查查查 查查看 是哪个王八糕子指使的 十四很苦闷 看来自己的心愿 真的得等到下辈子 才能去完成了 整个人样样的 没帮老实 如果是他受益的 那么老实就太蠢了 如果不是他受益的 那么老实和阿斗 有什么差别呢 老实的一帮哥哥 也做如是的像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除了九二哥 都没有帮老实说话 一个个揭露出了 非常一众的表情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康熙没有接到密报 也不了解情况 但对老实也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丑老实的表情 应该不是他指使的 但是自己也没有派人捣鬼啊 所以康熙看向一帮皇子的眼神 便分外的凌厉 能将手伸得那么远 不简单呢 康熙昨天和老实眼神交流过 稍微用眼过度了一些 所以盯了一会儿 眼睛就有些吃不消了 只好揉了揉眼睛 准备待会儿再仔细地观察一下 各方的反应 康熙正在保养眼睛呢 就听到侍卫在店外大声的报告 禀皇上 安居岛折子到 因事情不在康熙的掌握之中 所以康熙下令 所有吕颂的折子 必须第一时间呈上来 大伙一听安居岛 又来的折子 一个个都亢奋了起来 老实则绷紧了脸 不知道又出了什么岔子 康熙也不心疼眼睛了 拿着老花眼 看向了越走越近的侍卫 在众人蜀目中 康熙接过了安居岛 新岛的折子 翻开了看看 虽然心里很是着急 但是康熙还是 顾全了一个皇帝的体面 没有露出一副猴吉亚 刚扫了一眼 康熙的眉毛就挑了挑 大伙猜什么的都有 老实手心全是汗 其实也就是片刻的功夫 康熙就看完了折子 但大伙儿却觉得 好似过了一年一样 终于 康熙将折子递给了当职太监 发出了天籁之音 念 老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白着脸等着迎接 始料不及的打击 九二哥则悄悄地靠近了老实 安慰地握了握他的手 不想手还没有放开呢 就听到当职的太监 尖着嗓子说道 孙儿 红正贵奏 九二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冷不丁地一下 握紧了康熙那汗滋滋的手 额头开始冒冷汗了 老实信中也是一紧 红正贵折子了 难道是齐母哥和安安出事了 也条件反射般地握住了九二哥的手 八八地盯着当职的太监一张一合的嘴 而其他的人也都是在第一时间 瞅向了九二哥 于是兄弟两人手拉着手的这一幕 也落在了大伙的眼中 红正虽然是读过了几年书 但水平非常的优先 比老师当年好那么一点 但是赶上九二哥却差远了 用词非常的幼稚 这个主意嘛 也不怎么成熟 不过 若是考虑到他的年纪 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红正正重其事地向康熙报告 英国商船在海上 无端地攻击大清翻船 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大海茫茫 没法鸡胸 大清子民只能自认倒霉了 令人十分的恶腕 红正懊恼完后 便开始为朝廷居安思危了 认为任由洋人的海船 载满了大炮 到大清港口停波 隐患太大了 万一洋人起了歹心 一下子涌来了几十条船 那战斗力可不是一点半点的了 虽然红正对大清水师 倍儿有信心 但是还是认为防患于未然比较好 所以经过认真的思索 红正向康熙提出了建议 所有停靠大清海岸的洋船 必须得出示安居岛或者是旅宋岛出具的文书证据 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们的大炮都暂存在这两个岛上 只有交证书了才有资格与大清进行交易 红正说了 为了大清漫长海岸线的安全 安居岛和旅宋岛承担一些风险是应该的 毕竟不是本土吗 他们不吃亏 难道叫广州吃亏吗 所以红正便叫安居岛海关衙门的负责人 给广州海关衙门发了个公文 拟定了临时操作的指南 作为附件也一并发了过去 请他们指证还告诉他们 即便是日后洋人若是不停拨安居岛或者是旅宋 再到大清本土港口前都不会知道朝廷出了个这么个掌场 所以目前可以拿到英国作为试点 勒令他们回航到安居岛或者旅宋 将大炮卸下来再说 也顺便给两岛带一些收益 总不能给他们白保管吧 当然了 安居岛如今已经做好了寄存服务的准备 可以叫英国人都到安居岛来 毕竟旅宋岛是否也给寄存服务 得康熙说了算 大伙听了之后都摇头看向了九阿哥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没想到洪正小小的年纪就如此的才迷 九阿哥的表情有些复杂 但还是比较抱歉的看了看老实 没想到是洪正这个王八蛋惹的事 老实却没有看九阿哥 而是一脸善善的看了看康熙 按理接下来应该是安安上的折子 因为广州衙门传来的吕宋岛水师游击的折子 涉及到了农丧保护政策 据老实所知 前段时间因为要支援苏陆岛的地震灾区 安居岛军营仓库要调拨许多的物资 暗暗随到军营仓库观摩 学到什么老实不大清楚 但却知道有两个后继影响 一是提到追杀张守辈 二是开始关心起农民的生活问题 对丰收农民收入不涨 很是不平 所以老实对自己误骂到安安 并冤枉了康熙 有些很难为情 不想接下来 却让老实傻了眼 农耕问题竟然还是红正的主意 红正说了 安居岛的移民大多都是没什么家产 虽然减免了开头三年的赋税 但是生活依旧非常的艰辛 所以为了让移民觉得生活有笨头 决定在安居岛实施农产品最低的收购价 保护农民的利益 避免丰收后良见伤民 但是吕宋岛与安居岛太接近了 如果只是安居岛实施 难免会引发吕宋岛的移民潮 但是吕宋岛是实实在在的大清地盘 红正无权逾越 只好将安居岛的海关衙们 给吕宋岛的大清水师游击发了一道文书 通知他们提前想对策 太监念完之后 舅阿哥已经跪下来请罪了 说自己这个当爹的 愿意为红正这个胡作非为负责任 但是话中却透着那么一点得意 哪个皇孙不到十岁的时候 能有这番的见识啊 老实则愣在那里 倒不是糊涂为什么红正抢了安安的功劳 而是隐约觉得 齐木格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否则怎么红正都没有提到安安呢 而且若是齐木格插手 那么红正能指挥地动海关衙们 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老实和九阿哥一个发愣 一个心中得意 却忘了一帮兄弟的感受了 仨个似笑非笑地看了眼老师 跳不到 哟 红正小小的年纪 哪能想得这么多呀 该不是被人当了枪使吧 其他的兄弟借微微地点头 红正在上书房可是好几年了 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聪颖过人呢 怎么一到安居岛就成了小大人了呢 老实冷笑道 三哥 你把话说清楚了 谁拿红正当枪使了 三阿哥则反驳道 三哥 我家红正脑袋瓜子好使着呢 小小的年纪可就被皇阿玛封为了世子 谁家府上的世子比他年纪小啊 康熙觉得胸口有些发堵 早早封红正是七九阿哥的 没想到却搬起了石头 砸到了自己的脚 四阿哥也出生了 红正这些日子的确是出现了许多 康熙一听对三阿哥鄙视了 瞧瞧人家老四都会说话呀 明着夸红正 其实是告诉大家 怎么红正一到安居岛就突然出现了呢 康熙认为三阿哥简直就是网字自称为文人 说话的水平简直和老师一样 丢人呢 九阿哥扬起了头说道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康熙摆了摆手 制止了他们对红正智商的进一步讨论 而是叫大家商议商议 红正的两个提议是否可行 这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若是老实提的 那老实就是欺欣可诛 换成红正提的 尽管康熙心存疑虑 但是还是很大度的叫大伙讨论了 关于叫船卸炮的问题 大家没什么反对意见 但据不赞成立马拿上英国人开岛 毕竟朝廷没有宣传过呀 容易出乱子 还是先大肆的宣传为好 不仅广州海关衙门要宣传 而且驻扎在吕宋的水师 更是应该加强海上的巡逻次数 对过往的船只发发宣传单 宣传个大半年再时时不迟啊 至于农产品最低收购价 朝堂上则全是一片的反对声 安居岛虽然还没有正式地 画进大清的版图 但是沿海一带 可没人认为安居岛是蛮夷 安居岛这么搞 吕宋岛肯定也只能跟着搞 这么接下来呢 本土怎么办呢 搞还是不搞 搞的话 若是遇到丰眠 朝廷哪有那么多的银子 去买农民的粮食 若是不搞 那岂不是告诉大家 朝廷对南洋流民 比对本土的粮民还好吗 这不是鼓励大家都跑到吕宋去吗 届时还不知道荒芜多少地呢 说到后来 朝廷上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老师 认为洪正此举是受老师指使的 老师眉头紧锁 我让洪正搞这么一出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大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洪正虽然是世子 但是若没有十二个的许可 安居岛的人会听他的吗 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按理说 洪正是插不到手的 但事实摆在眼前 洪正的确在安居岛发号示令了 那只能有一个解释 就是齐木格插手了 但是话不仅不能说 而且还打死了都不能承认 所以老师只好说道 大家知道我喜欢洪正 加之认为他说得在理 自然就听了 朝义最后在吵吵吵嚷中结束的 虽然大家都还怀疑 老师在背后搞鬼 但洪正毕竟站出来了 老师的压力小了许多 散朝后 因为惊喜而有些昏头的九阿哥 也清醒了过来 拉着老师上了马车 问他洪正怎么能指挥的 动安居岛的行政机构 到底是哪出了乱子 老师想着想 啊 连张手背都敢砍 洪正怕更是 九阿哥说 不是 就算他们受不了洪正脑 那也应该先给你送个信呢 老师一听信 脑子里闪过那么一个念头 叫了声糟糕 的确 年还没有过完呢 老师就收到了秦木格的信 先对自己的婆婆 荣灯皇后的宝座 表示了祝贺 然后便大篇幅地 叫老师保重好身体 约束好三胞胎 虽然写了两页纸 但是却没有再说其他的内容 只是安安在末尾 加了句想念老师的话 老师有种不好的感觉 大概自己误事了 我以为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自己肯定是